這個車用這樣灌風你有看到嗎 哇 這真的是頭一次看的 超跑耶 超跑這樣灌 你有看到嗎 民眾嘖嘖稱奇 邊錄影邊讚嘆 因為真的長這麼大 沒有看過超跑輪胎名氣 卻是用自行車打氣筒在路邊搶救 這感覺很落差耶 哇 一台超跑這樣灌風 真的頭一次看的 好 強調自己第一次看到影片PO網 引發網友熱烈討論 也對於這樣的打氣方式感到好奇 真的有用嗎 當時選民駕駛就拿著一個 像這種自行車的打氣筒 要幫超跑的輪胎打氣 到底有沒有用呢 我們實際來做實驗實測看看 雖然打得上氣不接下氣 但是其實經過了五分鐘的 這種打氣之後 發現其實太陽還真的有略微回升 記者實測發現經過長時間打氣 真的能夠慢慢補回輪胎胎壓 專家也說原理上 其實這個方法行得通 腳踏車賽車 它的胎壓事實上比車子高 法拉利的胎壓 大概是前30後29 那所以說它的胎壓表 只要超過40以上都可以 原來自行車胎壓比汽車還高 但主要的關鍵 還是在於打氣筒的胎壓表 看看汽車的胎壓計 一般輪胎胎壓約30到40 如果自行車打氣筒胎壓表 能夠超過40就表示可以替超跑灌烘 其實說穿了超跑車上都會有 原廠附贈的電動打氣機 只要連接點煙氣就可以自動灌氣 下回要是看到儀表板上 胎壓偵測警示燈亮起 還是使用自動充氣 免得用打氣筒灌了很久 勞心又勞力 記者嘉明 劉世偉 台北報導 快 原來 將 冇